大家好 我們今天這條影片就想跟大家說一下教育局 他在今年2月出了一個對於不同的高中科目的一些優化安排 首先大家不要用優化這個Term 作文的時候很難聽這個Term 第二就是想跟大家說不要按著這個建議去編排自己對於考DSE的一些想法 千萬不要根據這個建議 首先看這條影片的同學或者家長 其實這個安排最主要是影響從2024DSE開始的同學 所以如果你考2022或2023就不用看這條影片 我們重點在2024DSE之後 其實我想大家同學對於整個高中的數學科怎樣編排都不清楚 所以這裡不如來講一下 其實就分了必修數學和延伸部分 其實必修部分就是每個人都要讀 延伸部分就是你自己選讀不讀 我們這條影片最主要在兩個位置 第一個位置就是你選不選M12去讀 第二個位置就是 學校的一些安排的建議 其實都是有些問題 大家首先有一個基本概念 就是其實我們的必修部分是由兩個部分組成 正如這個項目中所說的就是由基礎課題和非基礎課題組成 大家要知道其實基礎課題就佔了整個core 即是必修部分裏面的三分之二的分數 即是67%的分數 這個數字記得記得等會有用 然後非基礎課題就佔了大概三分之一的分數 即是大概33%左右的分數 所以要記住這個數字先等會會說到的 其實他在二月的時候做出了一個什麼的建議呢 第一樣東西先 他就會建議 一般的學生 一般的學生 就說他會修讀必修部分的所有課題 然後你見到第二個建議就是 如果你是喜歡數學或者你要學多數學的知識和技能 就讀M12 這個又是一個很大的問題來的 我相信我在不同的影片裏面都有提過 就是其實你不一定要是很喜歡數學 或者你真的要學很多數學的知識和技能 你才會選M12 為什麼這樣說呢 大家要知道這件事就是 其實M1、M2 在全部的數理科來講 其實是相對比較容易去拿Level4和Level5 我不是說你不用背、不用讀、不用學 你都馬上拿到Level4和Level5 不是的 而是相對不同的數理科 例如我講了Chem、Physics、Biology等等的科目的時候 其實M1、M2真的比較容易拿M1、M2 我相信這個在不太多數學 或者很多的science老師來講 其實都同意這句說話 所以其實對於一般的同學來說 你要知道其實科目最主要是幫你去大學選科 你也要夠分才有那個門檻 去挑選你喜歡的科目 所以對於一般的同學你不要怕了M1、M2 就是它的內容固然有它的深度 但其實相對其他科目來說 是容易拿到Level4或者Level5的Grading 幫助自己在大學選科的時候 容易到達到它的requirements 所以大家千萬不要以為你要很喜歡數學 即是你未出生已經讀數學 或者你真的要學很多數學的紫色技能 你才會學M1、M2 不用的 我建議你學到就先學了 因為正如好像之前有不同的影片 都有提過 Drop4是永遠比F4容易的 所以大家如果你自問真的 我不是特別出色 但我又想試一試 那你就先學了 最多都是 覺得動電或者覺得 真的不需要這一門的紫色的時候 就先學了 那我們就討論了第一個問題 就是應不應該修讀M1、M2 第二個就是他比較大一點的根深 他就跟學校說 就是這樣說 如果大家已經 傾向 在大學的時候 讀一些跟數學不相關的學科 或者你是能力比較差一點的同學 他就這樣寫 他就說 大家可以只修讀少少 即是修讀部分 或者不修讀非基礎課題 這裡很有問題 怎麼這麼說呢 大家記不記得剛剛所說 就是 剛剛曾經提過 基礎課題就佔67% 非基礎課題就佔33%的分數 你會看到其實在這個slide裡 最後有一句他講了些什麼 他就說如果大家充分掌握基礎課題 而且表現得很好的時候 其實你都會考到最高是Level4的成績 其實很有問題 怎麼這麼說呢 大家可能在準備2024DSE 你不可能知道Cutoff是什麼 最少要拿多少分才拿到Level4的呢 我大概給大家參考一下 其實近年 即是2020 即2021年的成績 都還未知道 如果2020 以前 或以前的DSE 大概 就要拿到65% 或者63-65 不是OK 63-65%的分數 你才會拿到Level4的 那你記不記得剛剛所說的 其實基礎課題就佔我們67%的分數 換句話來說 如果你只讀基礎課題 即你只拿到67%的分數 你只可以坐1-2%的分數 你才可以拿到Level4的 可能大家就心想 我明明本身已經是一個 能力比較差的同學 或者我根本都不打算讀數學相關的學科 我還需要尋找Level4 我尋找Level3就可以了 那千萬不要這樣想 因為其實你大學選科來說 你真的每1分都重要 即你只要考1-2分 其實可能在選科的彈性上已經很高 即你可能有很多不同的 科目不同的院校 去給你做選擇 是不是 你何必這麼快就要規限自己呢 第二個問題就是 你會看到它是修讀部分 非基礎課題 但另一個問題就是 其實非基礎課題不是真的那麼難 大家要想回 其實在我們的DSC來說 其實非基礎課題 都會有一些我們叫做執分的題目 所以大家如果讀那些 非基礎課題 其實對於自己去穩守Level4 或者可能自己AIM HIGH一點 AIM LEVEL5 其實都是有幫助 所以不要給他這個 優化建議 去到規限了自己 亦都給大家一個建議 就是如果 你叫做這個安排 是針對2024 或以後的DSC同學 如果你這間學校是真的有這個安排 就是可能將不同的同學 分了做不同的 等級 從而去 教少少飛機錯課題 或者教完整個飛機錯課題 而你這麼不幸是跌了入去那個 教授 教授部分非基礎課題的斑別 而你又想考好一點點 那你不妨就真的出去找一下補習 或者可能 上網他有沒有什麼的 知識 或者去 不同的練習去做 也都可以 問回自己的老師 可不可以編回你 那個正常的斑別 那就不要 給他這樣的安排 令到自己 未考已經 設計了一些 給其他的同學 那他第3個章 其實就說 怎樣分組 這個就不太重要 這個就不太重要 所以大概來說 就和大家說 就是 M1M2那個問題 就是 你不一定要很厲害 才選M1M2 絕對不是這樣的想法 第二件事就是 都不要聽他的建議 就是說 接受他這個 就是他有一個安排 就是教授 一部分的非基礎課題 你不要讓他這個安排去影響到 對 所以就大家都 不太需要理他這一份 這樣的報告 就是這樣 希望大家的數學課都考得好 有些什麼問題都可以留下 留言告訴我 我們下次見